Hello 大家好 Re1です 好,我们这一张龙泉超山悟空 在过多集权 它的极限Zack应该也是没跑的啦 毕竟之前的那个新年问候语当中 那个公告当中 官方是有提到 在一页中的时候 红区会追加关卡 以及 会有一张 即L奥的角色获得极限Zack觉醒 那么 那张L奥角色在龙泉爆发的活动当下 指的基本上就是它了 2024年的那个 封面都是用着它了 所以基本上是跑不了 然后红区的话会是在 11月 什么11 1月11号上面抬上来 它的后续的关卡追加 那么 在同一个公告下面的话 应该也是会在类似的天数 同一天或者可能就是隔一天这么个样子 可是这一次 1月份来讲的话 就龙泉爆发这个活动中 所极限Zack的角色 讲真的 对比前两年来 是少了 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 我们的年始任务当中 其中有一条 是极限Zack基战这个关卡 就要打30次 当然官方是有把所有的极限Zack基战 全部开上来 可是大部分 不会要求到这么多的关卡 大部分的情况下 因为M2的角色极限 也差一个10个关卡嘛 所以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会有 刷的角色 在 极限Zack 因为刚才就讲了 这两年来 应该说这三年 从2022年 2023年 到2024年 我们这样对比上去的话 今年来讲的话 是极限Zack 特别少啦 就两张 应该说 1月5号 那个时期 就一张的 石筹卡 然后一张的 免费卡 然后再来再加这张 也就三张罢了 而去年 我们也不要讲 亥度还是什么东西 去年打几都有五张 我们不管什么 极限 那个是什么类别 什么什么选项 都有五张角色 极限Zack 那么 DOTA到来的话 有 差不多 100多颗 龙石 在那边拿得到 这个就 量就非常的多了 那么 再往前 2022来看的话 2022的年头 极限Zack 觉醒 也是非常多 而且他那边的话 分到来的话 会有三个 Zack基站的关卡 90颗龙石 再加上任务 就超过100颗的 而今年的话 Tavion的极限Zack 用回旧的 没有龙石 没有龙石 Extran 这个开上来 也最多33颗 如果是以这方面来做对比的话 龙石量在这个 Zack基站上面 就有差了 因为 2022年那个年头的时候 他的觉醒角色非常多 然后分了几个 90颗 然后去年的话 因为是 4张的限定 所以龙石会多一点 那么今年也不要求到跟去年一样的量 大概可以跟2022年的量差不多的话 对于 周年前夕来说 算是一个不错的保战 即使是在去到更前面 2021年头 虽然说 极限Zack 觉醒的角色 也是只有3张 可是 因为有两个关卡的关系 也是有60 触客龙石 从这个极限Zack 机站上面 可以拿得到 而这一次的话 就比较少 所以在想说 会不会有 Extra 更多的 极限Zack 的角色 推出 那么这边的话 就有两张人选 来 跟大家稍微聊一下 其实这两张人选 在之前 也是有跟大家 谈过的啦 因为他们真的算是 蹲的算 相当久了 可是对比这张 当然是没得比啦 因为这个就是 没有人会比他蹲的久了 未来 应该也不会有了 过去没有 未来应该也不会有了 6年了 这个真的是 极限了 6年没极限 OK 那么这两张的话 就是之前有讲到过的 我们的 2019年 年末的双线卡啦 在素数的13号 极限完之后啦 限定的 角色当中 最老的两张还没极限的 就是他们 来到现在的事件点 已经蹲了4年 这么个样子 那么这两张 就 悟空来说的话 超三 算是可以跟 希尔德纲 超三悟空 就可以最应得到 那么 这一张来讲的话 就有复活战士 就有也是可以跟那边对应的 而且这两张角色啦 比较特别的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我们这一次年末的 龙前活动当中 也有以为那个 悟空啦 超三悟空 可以把这个 超三悟空给带进去 其实不能 也吃 不得了200% 连 进队都没办法 而希尔德纲的话 这两张都可以带进去 然后我们的 这个悟空 还可以吃到200% 所以这两张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 在这一次活动中 极限这样的话 是会有一点点的啦 会有一些机会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现在的这个量来算的话啦 是特别特别的少啦 感觉有点不足啦 而且已经要9周年了嘛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 把他们给 极限ZX上来 然后之后就直接 迈入2020年过后的那些限定塔啦 2019年的话 其实还有一张 穿降FL还没极限 就是 技大部 原本以为去年 布罗利剧场版30周年 有可能有布罗利的结设出来 结果没有啦 不过这方面来讲的话 这两张我觉得是蛮合适的啦 假设官方愿意开上来的话 因为30关的那个极限 这个基站刚才讲的 因为官方有全部开上来 我们可以去打 可是按照以往的那个情况下 大部分的 呃 官方开的这个任务啦 很多都是会对应当下的活动 会蛮 会蛮长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 去到30关 而这个就只有 区区的10关 好像数量不是那么的足啦 就这个点来上面来看的话 再加上那些 极限在觉醒的角色的量啦 这样来看的话 这两张还算是蛮大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 我当然是希望真的是开上来 是分两个关卡啦 30个30个 这样子可以拿得到 然后如果把两个整合在一起 就变成40个 会变得比较少啦 那么这一次的话啦 就稍微带大家看 一下这两张啦 他们在极限ZX之后的属性数值啦 会去到这个什么阶段 像自属的这个天使 超二悟空 进化 变成 可以变到超三悟空嘛 他的三维数值讲真是 这样看着没有什么特别嘛 可是 如果是让他 极限上去的数值 就相当的漂亮 这个就是 天使超三悟空的数值 0%的时候没什么特别 可是去到100%啦 20000的血量 20000亿的攻击 跟13559的防御力 这个就相当的高 当然现在他们的被动 也不算好 100% 120% 然后就是看着血量来做波动 然后还要刺足行动后防御才会上升 这边的话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强化方式啦 这个就 看官方要怎么改 就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是希望在他们变身之后 可以Extra 获得一点 转注能力啦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 他们要吃到六颗猪嘛 如果是有转注能力 可能讲 三个回合 或五个回合 可以登场的三回合内 或五回合内 可以获得转注的话 就已经是蛮理想的啦 讲的如果是有的话 这个是个人的期望点啦 然后至于 %数的话 防御%数要给多一点 因为按照我自己 有设计一套出来 可是 火力是强的 可是防御力 还是有点普通啦 嗯 不过就 这边就不跟大家看了啦 反正那个我觉得 没有什么可能 因为计算过后 那个火力随便随便 就千五万千七万 有点太overpower了 我觉得不太可能 OK 这个就是我们超二天使悟空 变成超三悟空的 打底数值 这个样子 非常非常的猛 我觉得算是有期望 因为像去年的 化果七大 他期限这一绝行上来 是相当的惊人啦 而这一张悟空 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 达到那时候 那么样子 惊艳度啦 但是应该会有一个 基础值所在啦 那么另一张 魔打的话 我会觉得 这一张 他的 完整能力 会比我们的超三悟空来的强啦 主要就是现阶段啦 吃到六颗足 他就有全属性感动了 所以在防疫面上的话 这一张魔打应该会更加的优秀 而且他还可以搭配我们的 318魔打2022年的那一张 然后做到几乎是满连结 做到满连结这个样子 是相当有强度啦 那么这一张的三维数值 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 他极限在觉醒之后 相当的夸张 除了血量之外 攻击跟防疫力都比悟空还来的高 血量 100% 19000 攻击 22000 然后防疫可以去到14000 比悟空 硬生生的多了将近500点 这个就很棒啦 那么如果是再给他一个700点的 他一个防疫的话 就很棒 然后就可以把他各种各样东西提升 同样的 就刚才讲到的 因为他们的基础能力 这张 魔打跟那个超山天使悟空 在变身前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只有变身之后 有一点 细微的那个差异化 像这边刺三颗猪就有全属性的效果吧 那个效果把群嘛 可是他就不会有 extra的攻防在提升 而悟空会有 然后刺到六颗猪的话 这边是有全属性的 而悟空就是只有效果把群这个样子 这就是差异啦 悟空就是火力面向的话 比较在提升 然后有一个 回避能力 来做一个小小的弹爆 而伯吉他就是防疫面向会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在魔打来讲的话 他的火力应该也是要有一点点才对的吧 不过就刚才我自己讲的嘛 我有稍微计算了一下 他的火力同样也是拉到非常高啦 因为我稍微是有做了一点平衡 想说就可能就给 天使悟空啦 因为这样他这一张变身前的话 他的必杀是加防嘛 那么悟空是加攻 那么就想说 可能提供给他们extra的话啦 悟空变身前是无限蝶防 悟吉他变身前 无限蝶攻 然后变身之后啦 悟吉他的这个一回合 防疫大幅上升 可能改成三回合 然后就有个跌点 再配上他的全属性guard 基本就还蛮贵 蛮有一个拥处在了啦 那么 而且因为他们的变身条件算是还蛮简单的 三回合 第三个回合的时候 敌人一体 然后血量在80%以上 就可以变身 难度相当的简单啦 可是如果 我们的队伍啦 是那种超级火力大炮的啦 那么就可能是变不了神啦 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对悟空就好啦 他可以一直跌房跌房跌房 没什么问题 可是对白吉他如果是讲 真的是有这个能力的话啦 那么对白吉他可能就比较没有这么优势 因为 在 变身之前 白吉他的能力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特别点所在啦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这两张算是还蛮期望 而且蹲得相当久 而且他们两个卡面这样子对应下来啦 很好看 真的是很好看 这个也算是我还蛮 喜欢的两张卡 也很期待他们的那个 强化上来啦 这一次的活动 总算是 之前有跟他聊也是还蛮期望的 因为 虽然说他们是魔人普无片的 可是我们这样看一下 活动 以及角色的那个配合 Match 2 是还蛮适合的 而且这一次的活动 一月份 九周年前 这么冷清 真的OK吗 真的OK吗 我妈吃伤 超冷的有没有 那个塔比云极限在街景 真的就是飘飘过去就没事了 所以啦 就是希望会有啦 当然如果这张龙泉极限 够强悍 然后带给我们够多的惊喜 然后又没有他们的极限 那就算了 动画重置 如果是有的话 哈哈哈 如果有动画重置的话 那个真的是超绝无敌大的那个惊喜 可是 可能性应该是蛮低的啦 所以就只能期望能力上面啦 然后再来就是龙石量的方面啦 跟对比前年跟去年来讲的话 今年真的是少了非常多 就以极限Z 激战这一排来讲的话 因为只有一个罢了嘛 而且 也没有extra其他型的了 极限Z的角色又够少 才三张吧 如果讲包括这一张下去 所以 就是这两张 我觉得可能性 是有的啦 但是 还蛮打的 真的是超级 超级的低 嗯 好啦 就是这么样子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